人修官三老大修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的梦幻联赛第24赛季 那么小组赛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啊 最后一个比赛日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的是XG对战Liquid 在首轮比赛当中啊 XG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有点点微妙 因为他们这个 现在他们的小组积分情况 是有首轮淘汰的这个可能性的 目前他们和GG战队两支战队 都是6胜4负的一个分数并列第三 那么由于这届比赛 它是第一轮要淘汰掉8支战队啊 两个小组每支小组要淘汰掉4支 也就是说必须要拿到前4名才可以 而目前XG剩下的两支还没有打过的 还没有对决过的战队 一个是这场比赛的Liquid 还有一支就是跟他们同分的GG 因此对于XG来说 现在的这个比分还是比较微妙的 在他们身后是只比他们少一个胜场的BB战队 以及比他们少两个胜场的阿巴鲁斯战队 但是由于这些队伍都还有两轮的比赛要打 而剩余的对手来看的话 XG的对手又是比较强劲的 所以这场比赛这个情况还是有点微妙的 这边来看一下XG一上来 这场比赛M1就掏出了美杜莎 然后中单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小小3号位的马尔斯 5号位天命两个比赛拿的是一个马西 4号位放的是一个小花仙 大叔这场比赛看好哪边 风行作为大哥位 米开的风行作为大哥位 然后妮莎的帕克 3号位这场比赛是Cyberlight 他的一个 快战甲加上4-5号位的发条和一个奶率 中单的帕克对小小 小小只中单打帕克的话 肯定是一个晚报 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 而且从前期的游走支援来讲的话 小小其实比帕克也要更凶残一点 另外就是两个中单 如果同时支援到了一条线上的话 这个帕克也仍然是打不过的 因此这样比赛在中路的这个层面来讲 XG应该是一个优势 大哥位的话 当下版本的风行 由于乱射的 由于乱射这个命石啊 被削弱了太多了 所以风行现在的强度其实是比较低的一个英雄 而美杜莎的强度是比较高的 当然这样比赛对方有一个穿上甲 散尸肯定很早就会出 再加上有一手奶率 再加一个发条 那么对于美杜莎的克制能力还是有一些的 这边手的弹要叫杀了 AM1这波感觉有点危险 收留四个魔伙 看看什么时候吃 这边吃到魔伙 对方再继续集火 然后这边一个过肩帅 报告系的血线非常的低啊 漂亮 AM1这边拿到一个一血 Cyberlite这里拍一下地板 手里还有一个戳 杀应该是杀不掉 杀应该是杀不掉的 看着一眼对方手里边蓝量很充足 所以没有继续去追对手 这个穿上甲了 AM1在下路 这个一血拿的还是相当的精彩 那四个魔伙吃的时间刚刚好 马西给的技能也是非常合适 中路现在的补刀文报 基本上算是在预期之内吧 那么上路这边 马尔斯来限制对手的风行 整体从阵容上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更喜欢XG的阵容 我觉得他这个阵容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打起来 Liquid这个阵容的上限会更高一些 但是下限也会更低一点 下限明显是要低于XG这条阵容的 当然这场比赛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是看对方第一个是会出几把伞尸 因为穿上甲和风行都可以做伞尸 第二个就是在游戏的中期的时候 游戏中期这段时间 XG能不能够去 hold住这个比赛的局势 对方这个阵容明显 中期参团的人员和战斗力 是要强于XG的 别的不说 至少对方来的人会更多一点 会是法系美杜莎吗 不会是法系美杜莎的 我不知道这个法系美杜莎有什么出来的说法 法系美杜莎这个东西 打打路人局 打一打低分路人局 我觉得这个娱乐一下就行了 不用去指望说高分路人局拿法系美杜莎去打 至少目前从开发程度以及这个美杜莎作为一个一号位的实战需求来讲的话 这个都不是一个高分局应该存在的东西 米开这块的血线非常低 那么但是这波也是依靠自己身上的应急装备 活下来了 这块想骗一下 这个地方差点两个人想骗一下米开 但是米开被上道 假装回了点头 然后马上转回去了 这块看看 Insania Insania这个位置被直接矛回来 在家混音机也漂亮 大陆这根来也成功的击杀掉了Insania的发条 天兵这边这个血线味略低 想送野可以送野成功了 而且小毛直接兜过来 直接一个投掷拍死了吧 没有 哎这个地方一枪没打中 也送野了 可以啊 两边这个都挺贼的 这两个人 像法系美杜莎这种这种东西啊 我个人建议啊 就是大家当个乐就可以了 当个乐 当个娱乐用的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作为一个一号位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版本 你尤其是比如这场比赛 以这场比赛为例 如果美杜莎去打法系了 谁去打输出 对吧 你这个阵容谁去打输出 你总要有一个输出点 你都选美杜莎了 然后你其他的阵容英雄 又都是以这种控制和团战辅助为主要的定位 那你美杜莎再出过法系 这阵容直接就退了呀 对吧 你直接就退了 呃 关说这场比赛选单体的集中火力会比较好一点 打美杜莎的话 选单体集中火力不会更好用的 因为单体集中火力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必须要脸冲着对手 而如果你选择用乱射的话 你可以脸不冲着美杜莎 我没杜莎这个位置 吃了一发吃了一发芒果 看看对方 哦 这个关键帅救的及时啊 来 里边还要继续追 里边也给一个戳 没戳到 AME这个走位非常的聪明 一直在往右下角 远离自己防御塔方向的一个斜线在走 没有让对方这个戳戳的 这玩意的血蓝量又空了 两个魔伴队友过来救一下 魔伴一吃 然后再给一个过节摔 这样比在天命的这个马西 呃 宝的是真好 宝的非常非常的成功 这关乃剑的绿是都过来了一下 但是AME直接在线上漏了 看到了AME的位置 这关直接是追死了天命的一个马西 那而且AME现在血线仍然非常低啊 看看有没有对手过来去救啊 我感觉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危险 对方boxy的技能是全的 就玩一枪 然后呢 再等穿战甲的技能 这个位置应该是 帕克也支援过来了 那么小花仙支援过来的话不够 这个地方不够 要看一下有没有提皮过来的一个小小 呃 光是马西过来也不够 也不够 这边帕克直接过来了 小小不在 那美毒杀这波应该是没了 美毒杀被击杀掉了以后 天命之以来被对方的弹夫驱发打了一下 穿一架正好升到六节 开车转一圈 然后再撞一下 拿到一波双杀 让人多数来到了3比2 想服务方面的话呢 小医生这边还是顺利的拿到了自己家的烈士路 而烈士路这块的智慧神父 没有被对手抢掉 团队经济方没了快的现在领先着1000多块 那么对于美毒杀的这个保护工作 将比赛感觉 这个帕克要是去了某一条线 小小一定要一定要也要去 当然了这回没去是因为他没有蓝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小小蓝量非常低 他刚才如果TP落地的话 也就最多最多最多 有可能有一个技能的蓝 救不下来 而且自己还要被打残 也没法继续保持一个发育 所以放弃 唯有去支援 看看小毛 小毛这个位置是跟对方抢服抢到了一个奥树 还得用投掷消耗一下 妮莎 妮莎的一个位置也是打不过 打不过直接选择先是一个 像是一个心血之痕 跨还是地形往回撤 然后回到中路剧保持一个自己的发育节奏 这场比赛这个线没压住 中单的帕克这边 现在经济并没有比小小穷很多 美毒杀和马尔斯的经济 现在倒是比较一般 八分半了 这个时候要小心对方的大哥位转线 这个时候是一个对方大哥位转线 有极高概率会进行转线的一个时间界点 这个时候的美毒杀应该要提前进野区了 往自己家的优势路小吃街去逛街了 风行选择继续在上路露线 但是帕克这边随时有可能来到下路 小小手里边目前是一个魂界 帕克也还没有去 下路这边美毒杀提前去野区了 马西并没有选择站到下路的野区 其实这个时候马西可以考虑去下路 下路的这个一塔处站一站 上路的风情是不是消失 他是不是走 吃一吃塔下的经验 你看这边这高他去了 这高马西他去了 吃一吃这个塔下的经验 这边选择拉一波野 不过这个好像 这边拉完了以后 他其实反而会更危险一点 因为没兵线保护了 风情这个时候也不露线 他也选择是直接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让你不知道我什么过来 天命这个位置被对方框起来 然后穿人甲过来给一套技能 这个酱油是一定会死的 一定会死的 但主要看你在死之前 能换到多少经验 就在塔下你能吃到几个补刀 吃到多少经验 这个是核心 像天命这波的很亏 因为他没有在塔下去吃到经验 也没有找到机会去利用 塔附近的这个视野来去多蹭一会儿 多拖点时间 这些都没有做到 这有点小亏的 优优独播剧场 明明的5号位总是特别穷 还是5号位这个位置上 一般来说的话 经济不会给 大家一般不会对5号位的经济 做过高的这个要求 但是呢 作为5号位 还是要自己去想办法 偷一些经济 在不影响大哥位的发育的情况下 就偷一些经济 再加上 dyer's middle tower isn't going to last long 不过一样吗昨天打成这样 呃要拨的因为今天计划是拨两轮XG中间正好有一轮AR 这样的话咱们就把AR的比赛一块拨了 嗯这个地方小小的技能都放了 但是对方也没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先手控啊 必须是靠帕克或者发条这样的英雄的技能 但是发条现在没有刀6只能靠帕克 帕克刚才的位置比较靠后 所以没盯住这个小小 这块没办法了大招过来抓一个吸引方力的 这个发一个吸引方灵反正也是这边找结果要扔一个孔雀 扔完了以后呢再打一个破译机 看看马尔斯追完过来以后这个毛毛了个假的 毛了个假的这样的话被对手给躲开了 灯墙跳加一个速啊 想要接着往前赶这个一个投掷扔过去 帕克这边开F躲一下然后呢飘到前面的法球 现在被野区打了那么中路这边的美术沙是被对手穿着打架风行动手成功 那这波打下来的话帕克也是跑到这个树里面 哎漂亮这波技能给的nice 小小提前的一个TP过来以后呢利用自己的山坡 猜到了对手的一个位置和对手要干什么 完成了这波击杀 不过美术沙是被对手的穿着甲散失第一波给击杀掉了 他说查理都几岁了是不是都25岁以上 嗯差不多 里边抓了一个对手的穿着甲 nice 阿尔斯的大招加上小发仙的作祟 这套爆发还是比较轻松的带走对方穿着 打完这波以后这是一个大差特差 终结一个 带恩给的不算少 对方家的野区路口处抓到了这么一个八条的话 还好 算不上太转 但是还可以 只不过就是他抓完这个人以后 所有的人都是在往回撤了 没有 没有能够去 直接压对方的这个上路一塔 这个上路一塔一直没有拆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的 因为像刚才这种位置 发到对手的一个八条 然后离上路一塔又不是特别远 人员在那个位置当时人也比较多 直接过去抱团去推一个对手的优势路一塔的话 对方应该不会进行防守 但是他们一直不拆这个塔 不拆这个塔 他应该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他说这个Severlite是什么来头 他也是一个打了很久的一个职业选手 没什么成绩就是了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成绩就是了 对方应该能够抵达 对方应该能够抵达 这种逛街 到现在为止 XD的这种逛街逛到的 都是些不太值钱的酱油啊 美独沙被帕克这边黏了几下 好在对方其他人都不在 尤其是穿上甲目前没在这个附近 这边帕克大招定中马西 另外一侧呢 乃绿这个时候没有打招 上一波已经用过了 马西被秒 秒完了以后呢 小小这个地方过来以后 一个投掷再加上平A带走 包子一两边的酱油一换一 八条这边框了一下小脚 穿上甲开车 开始在里面来回撞 哎呦这个小脚这回是真出不去啊 弹得停下来根本就 压根都没醒 风行的第一个装备 还是选择做的是雷锤 并没有因为对方有美独沙 就去做散尸 对方有美独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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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条框配合风行买率滚滚真不错 哇确实 还说我想看猫猫 这个比赛的节奏慢到连我都快睡着了 谢谢 CMXFFT老闆的灯牌 风行出魔龙枪没什么问题啊 很正常的一个出装 因为风行的这个集中火力就是乱射的这个命石 它是以风行的攻击距离加125范围内 也就是说它的攻击距离越大 攻击距离越远越长 那么它开这个大招的时候 能够覆盖到的一个面积就越大 那打到人的概率就会更高 等等大叔不是说风行打不了硬吗 是的 风行现在这个版本 反正你要硬拿它打1号位 你就做好一个大招去结束团战的准备 如果一个团战结束不了的话 这个英雄没用了 上个版本的风行是因为一波团战 它能开出两个甚至三个大招 这个位置直接选到太大撤了 天命这里被抓也都被抓了 没办法这个位置太差了 没有说了 就说这车门战 就在这样 尽量有专门战 就是这个变成的 还是只能抓到这些酱油啊 他的这个抓人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说实话 他们虽然每次出去逛一会的话 都能抓到一个 但抓到的人都不通不一样 这些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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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现在就是在抓对手的酱油 逛半天街抓一个酱油 逛半天街抓一个酱油 然后都找不到对方的大哥 大哥位藏的都挺好的 是不是打完有这个位的选择去打盾了 10比7的人头数 团队经济对手反超了1000 这些崗子里边的探索 这波抓到了一个对头的耐力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没打死 自己能回得去吗 怕错过来大招发条结构 这边框柱啊 想要撞一下 然后直接开加速 被头揪回来 这里接着一个火转圈 开车没让走 没让走啊这一波 这波风行的血量有点悬 BKB开起来往回溜 欢迎咱们这边新会员啊 抱歉我刚才那边的弹幕差点出问题了 一直没刷出来我还奇怪 今天为什么没多人说话 美肚杀现在是16600的个人经纪 拉开了一些差距 马西手里边一个长盾 然后感觉这个比赛差不多两边快开始有一些 相对比较频繁的接触了啊 之前的比赛就是两边互相抓酱油的一个 就一个剧情啊 两边这会儿应该是要开始去搞一些事情了 然后手里面先拿着跳刀 向为斜加决认 下一个转被准备做的是BKB 该坐下来解说了 是的该坐下来 好 接着马尔斯跳刀风筝 然后接一个锚定住 然后小晓晓给一张一发VT 马西这边这个大招 我怎么感觉有点奢侈呢 天明这个大招我感觉有点奢侈 大叔辅助发条怎么使用比较好 发条 哦呦 这波对方那个穿上甲 这个车还是让他开去了 风筝射了两件 但是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切入的机会 他说为什么中国队大多时间都是对手空盾 呃 也不算吧 这个还是结合每场比赛的阵容来看的 不是说中国队一般都是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产生的情况是 呃 就当你期期望着每场比赛都期望着中国队 带的带盾的时候 呃 他有一场或者有两场他没带盾 你就会把这个印象无限的去放大 具体的这个空盾的比例 我还真没统计过 哎 小小 这波先手 这个位置先手是不错的 这个位置先手到一个对方的发条的话 可以确定对方没有条件能够反打 而且穿点没有车 他刚刚车友还逃生了 冷帮大哥又开始刷起来了哎 这个没办法 说为啥小小都出决认了 决认对小小的投掷那一下爆发提升很大 哈哥这边大招 看看能不能出连控 八条这边控住 穿起点再撞 那么这边美兜莎的大招还是开出来了 连车都没停过 但是美兜莎这个大招结束了 马尔斯上来给个大招 看看美兜莎身上剩余的蓝量 这个蓝量不是很多 但是回上来了一点 这波可以继续打吗 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伤害不够 小小不在呀 小小这边终于回来了 现在两边完成一波一换 耶穿人甲要死 这个穿人甲应该可以直接秒掉 还差一下 没打掉 对方这边拍了一个地板 回来了 而美兜莎现在又是一个空蓝的状态 说马尔斯这边利用风胀 再加上一个毛 定了一下对手的帕克 帕克出来以后又是一个跳刀 加上法球小小VT二连 秒掉米开 漂亮 小毛这个机会找的香了吗美 帕克这边回来以后 就算他跟一个发条的话 打不动这个小小 小小表示你们这点伤害 这好像不够 根本不够我打的呀 帕克这边要飘过来吗 没有飘过来 选择的是反向走 但是被包围了 开一个F 小小接着一发申报 出来以后直接跳刀开6 然后这边再给一个沉默 一个法球 开F 飘走吗 这边大招定一下 小小直接跳过来一个投掷 秒掉这个妮莎 秀了半天 最后还是被送走了 看看这里还有一个奶绿 奶绿是被一个风筝吹起来 接毛 然后奶绿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大招 但是身上中了祖龙王冠 走不了 那边几箱想拼掉这个天命 被祖龙王冠炸晕 没杀掉 马尔斯上又是一个 装接毛 接小小的一个投掷 小小这边杀人入把 这波小小打疯了 这个就是小小这个英雄 他对帕克的一个优势 血是真长 这团 一波一波的爆发 他跟帕克有一点点像 就是中单小小跟中单帕克 有一点点像 就是他都是靠技能 一波一波去打 区别是帕克的技能CD 和他技能衔接的方式 让他在整个团战的这个输出 更加的倾向于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平稳的一个输出 而小小的话 则是那种特别明显的 波风波谷的那种波浪式的输出 但是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是帕克没法比的 就是你真的打不死我 刚才这波特别明显 残局的情况下 美杜莎都扛不住了 但是这根你所有技能 用来打美杜莎以后 我小小在进场 我这个小小吃了 你一整套技能的输出 然后发现这小小 连半血都没掉 打不过了 感谢赖总老板的爱心抱着 谢谢老板 感谢倪称 以为占用老板的灯牌 还有Max FFP 彭莱小刘老板的灯牌 这是蓝风浮雨 老板的人气票 谢谢老板支持 这块马尔斯一个毛 毛过来 马西又是开大提前 风行这块开大 开始上来给你输出 BKB进场 这个输出还是有点高的 里面接着输出 已经完成了一个双杀 这个伤害还没有打完 还没有打完 马尔斯给一个大一个毛 风行的选线非常的低 这时候想要一个投掷带走 帕克再一个法球 飘过来开始留人 这一发但无需发打断了 小毛的一个TB 那么这波再接上 赢得阿波斯定住 四人团灭 这波的话 因为美杜莎没在 所以正面团战等于 对方是一个 五打四 对手这波是一个五打四 直接打了一个四人团灭 当然对方的一号位 大哥风行 最终也还是没有扛住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版本 风行跟以前 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以前的版本 风行是不需要像 刚才他这么往前冲的 他这波为什么要 就这么坚决的往前冲 一直冲到整个 对方所有人的脸上 就是因为如果 他不这么冲的话 他伤害不够 打不出来 这个输出 而且一旦 他的第一个大招结束了 他再想像以前那样 说我在后边 站个时间20秒 我又一个大招CD赚好了 现在做不到了 他就必须要强调 这一个大招 我的输出要打满 就从以前那种 我一波用来骗装备 骗技能 然后第二波大招 再去进行一个收割的这种 变成了一锤子买卖 这边穿战甲过来 撞一下 这边两个人 这配合出现了失误 这个失误有点严重 还好可以TP 这边发条想去勾野怪 勾兵线逃生没有成功 就会被对方给打了 那么这样的话 留得出对手 因三点的一个发条 完成自杀 可以 咦 下辣的位置 咦 下辣的位置 第一个技能给上来以后 直接秒掉还可以 奶率这块 其实算是反应速还挺快的 只不过 插技这块 人来的比较全 上一波 美队沙没在 让你在我这 大赢了一波团 这波美队沙来了 美队沙来了之后 不过风行的大炮 PKP大推推的一推 都有了呀 这个时候已经了 这个风行还是有点不好处理 看到了对方在打肉身 他这里边想脱过肉身 不过他们这种打肉身 其实有点慢 确实有点慢 美队沙这边的出装 是做了一个A杖 然后做了一个魔精 魔精加A杖 下一个装被准备做的是MKB 也就是说 他的这套出装 实际上是一个介于 法系和物理双修的 这么一套出装思路 做一个A杖 来增加一点 自己的控制能力 他走的一个物法双修的路线 法系美队沙怎么样 法系美队沙的问题 就是输出不够啊 没别的 找找这块 抓到了风行 直接秒 有机会 这边秒掉风行 漂亮 分枪没有百活 但输出不够了 这波Liquid理智一点 应该是集体干净 迅速撤退 迅速撤退 这个时候 走一个是一个 还选择去杀一个酱油 没有选择直接果断撤退 这边帕克大招定住了小小 但是你们这几个人的输出 都不够啊 发到这边勾一下 其他的人呢 这其他的人 怎么都被一个奶绿 给缠在了后排 这输出不够了 Liquid这些人 好 那这波直接平推上高吗 大概是平推上高 还是去打盾 可能是继续拆对方的下落二坦 没有选择平推上高 可能是因为没有盾 觉得没有什么自信 怎么走了 风行复活还有三四十秒 刚才他们走之前 最快的这哥俩过来 打个魔方 两个人也是打得 非常的残 A掌魔精在大轮斗 我把把出 那个时候肯定出的 肯定很舒服 大轮斗里边 A掌魔精可是太香了 这波差距也没 也没上高 也没去摸对方下落二塔 也没去打盾 就打了两波蚁 这边打一个伸手 出了 这边 这边 立刻的选择打一个 先手出来 美肢杀开大 断住后排 但是风行的位置很不错 看一下 奶绿和风行 两个人过来 拧小小 小小这边 给上一个投掷 然后呢 一个恐吓扔上去 这个时候 风行被恐吓拉走 小毛没有死 很关键 马尔斯 这个时候状态很残 胜了一丝血 开皮给被跑 这个时候发条还在跟 但是风行 再一次被击杀掉 那么 奶绿终于是找到机会 小毛这块 想回头再打的时候 被对方的奶绿给蹲掉了 蹲掉的话 两边各交掉了 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看看帕克 帕克还是想利用自己 这个多次切入进攻的 一个能力来拖 看看Boxy的位置 这个幻魂给的不错 八条跟过来以后 直接一个齿轮 但是这个Boxy 这个Boxy这边没有死 帕克一个把球扔上去 这边最后Boxy 还是被美肚杀的技能 给送走了 那么看看帕克 还有八条 对方的马尔斯 现在过来了 马尔斯这边过来后 妮莎只能选择回撤 因为他是真的 美肚杀啊 美肚杀个无视你的伤害 真的没有 美肚杀是真的可以 完全无视这个帕克的输出的 帕克有了A杖 加圣斧加雷锤之后 另说 但是没有这点光备 之前 你帕克的输出 在我美肚杀面前 就像搞笑一样 真的就是搞笑一样 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风行 他是一个只能 打一波的英雄 他没法打第二波 所以他必须 这一波要顶上去 但是风行 这个英雄 一波直接顶上去 他又真的 没有那么结实 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绕开美肚杀 他们现在 就开始绕这个美肚杀了 绕美肚杀 就打别人 这块美肚杀过来 开大掩护一下 马尔斯给大招 定住一个 直接射死对方的发条 帕克这块 也是被美肚杀 大招直接石化住了 看看这里 再给上一个发球 过来去追小医生 穿起来 这边把位卡住 不让对方我回走 马戏选能买活 对方那边剩余 BKB的时间 一个TP 比如风行 来到正面战场 看看这个风行的输出 怎么说 妮莎这个地方 被对方的马尔比特杀 直接分裂打的一个半残 又是小小的被T2连 带走了米肚杀的风行 漂亮啊 让比赛小小的 小毛这个小小玩真好 这个小小打的效果 是完全打转了 小科书级的小小的表现 别看团战的时候 这个美肚杀 感觉好像是从头打到尾 输出拉满 然后承伤拉满 但是真正的 对对方形成 有效减员 点突破的目标的时候 都是靠这个小毛 而且小毛这样比赛 有一个很关键 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是他总是能够去 在关键的时刻 关键的位置 找到对方这个风行 这个很重要 对方这个阵容 是个风行的单核阵容 就单输出这种 每次都被小小 抓住这个风行给秒了 对方等于就没输出了 你看每次都是 小小把这边风行 给弄死以后 美肚杀往前一站 根本没有人过来 所有的人打美肚杀 你看美肚杀 不光不掉血 蓝也不掉 就离谱 有没有人过来 我这个地方又是抓到对手 一个穿山甲 哎 这穿山甲这拨没死 选择一个跳刀 拉开距离再TP 这样都给跑了 对手 在这边抓了一个帕克 不过这套控制的时间不够啊 队友里边也没有跟上这个控制 确实位置不太理想 这个比赛接着往后拖的话 美独沙现在已经蝴蝶了 下一个专位准备做的是敏捷跳 终于装备带了 忍者英俊 对方的风情 手里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是A杖和MKB 但是他的经济差点太多了 经济再刷一会儿的话 要被美独沙拉开一倍了 现在他只有2万 美独沙3万5 再刷一会儿美独沙4万了 对方的风情 为什么拿了盾不上高 小小带盾上高的话 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差不多了 这个时间该上了 看看这里一个毛落地重 然后呢给上一套爆发 这边穿上甲拍一下地板 但是其他的技能放不出来了 直接被PW的这个作祟给拍死 这边上高发条的勾勾到的是小小 框一下但是风行上不去 这回事 再让不去小小的这个血线 小小的血线要稍略低 看看主轮弹一下 阿克过来以后应该是想耗掉 这个对方小小的第一条命 但是没有成功 但是里边AME直接站在高潭上继续打 对方的发条A仗 照明火箭再不停的往外扔 这个小小的血线啊 稍微有点低 但是美图沙没有人管 直接平推一路 然后再过来平推第二路 太有钱了 A罩直接吃了 看看小小的对方这个山坡 还是来慢了一点 对方这个蛇放出来了 这里套上一个盾 帕克出来给上沉没 上岸还是不够 马尔斯过来一个毛 直接送走对手 看看这里帕克被定住 一套爆发秒 好nice 等了 那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就这么直白的一个平推啊 非常直白的一个平推 那下场比赛估计这个美图沙 就看不见了 这边的角色还不离这眼 没法守哎 已经 这美图沙平推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解决方案的呀 帕克出来打个先手 然后大招定了一下后排 但是美图沙没人管 周胖就杀后排了 现在走了PW PW选择百活 看看这个照明火箭 这一下撞了三个人 帕克这边直接拉住三个人 风行开大开BKB进场 小一双直接被射死 美图沙一直在这个里边 也就是说风行的输出 打出来了 但是这里被对方买活的 小花姐给了一个沉默 给了一个恐吓 你一下子里也被直接射死 GG 当比赛风行死太多了 风行每次团阅都是被直接A死 还是风行这个英雄 当下这个版本 不要拿打1号位了 确实太弱了 分析是太弱了 好了这样双方BO2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恭喜查理先生 先拿下一分 很关键啊 今天真的每一分都很宝贵 因为他们要想确保自己能够去出现的话 就一定要确保今天最少赢三场 赢两场都不是很稳 最最少确保自己要赢三场才行 所以每一分都很宝贵 好了将比赛给大家做这里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什么都没有 感谢观看